美國期中選舉進入倒數三週 佛州進選活動白熱化 民主黨眾議員戴敏斯 大戰共和黨參議員陸比歐 在電視辯論會上提到台灣議題 在辯論會上 墮胎議題也吵得沸沸揚揚 總統拜登在助選時 也搶打墮胎權 想要挽救焦灼選情 打墮胎牌搶救選情 因為紐時 10月最新民調顯示 大約有49%的選民 支持共和黨 比支持民主黨多出4個百分點 共和黨有可能重新 奪回參議員控制權 另外由於OPEC Plus決定減產 拜登可能在本週宣布 釋出1500萬桶戰略備用石油 這場選舉堪稱是拜登的其中考 民主共和兩黨競爭更加激烈 TVBS新聞總共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